问题一输入搜寻引擎 页面跳出来的不再只是相关连结 而是一段又一段的文字解答 画面中看似熟悉的微软Edge浏览器 其实是融入AI聊天机器人的人工智慧搜寻引擎 能清楚掌握使用者喜好与需求 快速汇整数据 给予更丰富的回忆和体验 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高度看好人工智慧的眼镜 并在当地时间10日一场访谈中表示 Chat GPT等聊天机器人的应用将能改变世界 比尔盖茨强调AI擅长语言和视觉识别 其中较新的平台也能迅速整合新资讯进行读写 如果广泛应用将能优化人类知识学习 对教育 资讯和医疗等领域都将做出巨大贡献 微软已在新版的Edge搜寻引擎中 导入Chat GPT对话式AI 接下来可能会融入Word还有PPT之中 连曾经的全球首富比尔盖茨都按赞 Chat GPT在全球掀起旋风 更让AI概念股顺势飙涨 专家分析微软 Google IBM等赤资巨额开发人工智慧的大企业 预料会是AI狂潮最大赢家 但较小型的AI研究公司如Big Bear AI和Soundtown等企业 股价也将狂飙 AI chatbot Chat GPT Chad GPT用途广泛效果强大 但这恐怕不是所有人都能享用的 基于资讯安全考量 Chat GPT开发上OpenAI公司 禁止中国、伊朗以及俄罗斯等地民众开设账号 尽管如此 部分中国民众还是透过虚拟私人网路翻墙使用 甚至还有中国企业取得Chat GPT 用来编写电脑程式码的模型 并运用到各类应用程式上 光社群媒体微信 就已经出现数十款 采用Chat GPT技术的聊天机器人 欢迎新闻谢忠岳综合报导 走进疫情与战争的双重挑战 走进美中台三方的政经国益 走进地缘政治中的战略棋局 欢迎全世界2023再升级 每周二到周六晚间九点 带您走进全世界